1月31日賽事 毋敏射馬連中兩條三重彩 教主的三重彩是三號極速王 搭一號建塊聯盟 二號非凡才子 五號美麗非凡 十二號美麗笑容 三四重彩是一二三五十二 五隻狐村 第八場教主的深水 二號鑽式明河重膽 開一號金莊令 九號仍然贏 十一號超速和十三號果然有 三四重彩是一二九十一十三 五隻馬狐村 現在已經是月頭了 毋敏射馬已經開賣 月費五百元 現在還可以經Payme付款 記住早買早享受 天圓解問 我和黃師傅在這裡 恭祝大家 身臟力見財源廣進 還有當年就是災難遠離 和風衣足食 在新丑年大家能夠平安度過這個疫情 大家能夠度過一個開開心心 祝大家能夠在新丑年平平安安 大家好,我是Julian 新丑年,祝大家恭喜發財 今年年關難過年年過 我們今年一到過年都很厲害 希望大家能夠現康康 萬事如意 再說今年大家應該沒問題 各位音樂博家的朋友好 我收到指示要和大家祝賀新年 嗯... 那我就新作為 易處 我借你了 肆肆順利 肆肯順手 身體健康 好 拜拜 拜拜 第三節 剛才我提到有兩件事,要講兩個新聞,一個是在2月2號,教育局就修改通識教育科,講了很多東西了,其中提到點很重要的就是目的是什麼呢?為什麼要改呢? 他又改那個課程的時數,又要改課程的內容,現在當然沒看到,究竟你的課程內容是什麼,但是你聽他說的題目,或者說這個所謂修改通識科的目的,這個就等於沒得了通識科,就如梁美芬所願了,這個八婆是日馬要人取消了這個通識科的,甚至乎這個社會運動,這些年輕人的反抗政府運動,全部就走進去, 就是由於這個通識科造成的,那你教育局有此理,每一家學校的通識科教什麼,教育局很清楚的嘛,那時候你為什麼教育局那些人沒有一個千見千明的, 哇,你這個內容,但是我第二天會反送中,第二天會反政府,會不會呢?多餘餘啊,是不是啊? 那就是因為那些立法會議員,那時候,這些建制派,這些垃圾,好了,現在不用了,現在這個臨立會你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那他說目的是什麼?要重視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什麼叫正面價值觀先? 你什麼藍就是正面價值觀,黃就是反面價值觀,是不是這樣先? 喂,一個人生的正面價值觀不是這些東西來的,大哥,是不是啊? 介紹你看這本書,羅家倫,人生的價值觀,是不是啊? 任何的所以正面價值觀都有信仰做基礎,而信仰是用知識做基礎,是不是啊? 知識呢?什麼知識都有的,是不是啊?正面的反面的,任你說了,是不是啊? 正的邪的你都要有,是不是啊?是要這樣啊,教育的目的,我們經常說成就知識, 而成就人格,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前不是教育局經常說什麼批判性思考呢? 現在講不講呢?不講的,是不是啊?為什麼要有批判性呢?是不是啊? 任何一個年青人,你讀中學開始,你已經慢慢對個社會,喂,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嘛,對不對啊? 為什麼會失業率高期,為什麼會有些中學生他懂得分辨,如果你想最低工資三十七個半, 現在說要凍結,那已經這麼多人失業了,為什麼要凍結?不過他問個老師, 那個老師怎麼回答他呢?喂,老師,現在第一,最低工資三十七個半, 應該很低了,是不是啊?三十七個半怎麼吃飯,是不是啊? 那沒有啦,你現在又說失業率一直這樣升,這麼多人失業, 那你最低工資還要凍結? 就問個老師咯,那個老師就說,政府呢,這樣做法是不對的,OK? 這個就是最低工資的委員會,這些無論是老公街或者國昌泰的代表, 都應該負責的,是不是啊?你現在最低工資,就是保障些什麼人先, 現在大部分你的時薪,你出去做事,都起碼五十元一個小時,是不是啊? 如果你想了,還有三十七個半,那就是保障那些完全沒有意格能力那些,是不是啊? 那時候保障了康奸,還有食環署外判那些清潔工老藥那些,是不是啊? 那如果老師這樣說,這些不是正面價值觀,正面價值觀就是政府做的一定不會錯,是啊。 你批評的,你就是做的,你是受人煽動,是不是啊? 你給人誤導,最厲害是講這些東西的,是不是啊? 你回去誤導一下你的兒子,看有沒有辦法,叫你誤導,是不是啊? 那它會有個分辨是非的能力,而這種分辨是非的能力是怎樣產生的呢? 就是社會多元開放,有不同的聲音,互相激蕩, 那才令到它,是不是啊?它可以分辨是非是美句的,是不是啊? 我經常說,印海港,印海港有一本書的如何分辨是非, 大家這個看得很小,很薄的一本而已,不能掃出權威,不能掃出群眾,是不是啊? 都不能掃出情緒,幾個簡單,你想一下,是不是啊? 就是等於我們經常批評那些人, 只問立場不問是非,所有從政的人都是這樣,是不是啊? 現在所有KOL都是這樣,是不是啊? 只問立場不問是非,是不是啊? 屌你了,寧願你,由於這個立場,不要跟我立場抵觸就屌你了, 這個假話都要當真,是不是啊? 人就不能洗本,是不是啊? 唔得出群眾,是不是啊? 屌你了,真是,又不怕被人告,又不怕被人打,是不是啊? 有些人怕,看看你得罪什麼人,有些人不得罪,得罪了你可能會被人打的,是不是啊? 如果你就看別人來罵,是不是啊? 看著你KOL現在每天追著我80多歲的李怡,你不用,是不是啊? 他都沒有還擊之力,沒有還擊之力就打你不了,都不夠你打的, 溫哥說,你講來托嗎? 你幹嘛咬著我80多歲的老人家不放,是不是啊? 抄襲,你想一下他抄襲什麼啊? 是不是啊? 抄襲你了,你溫哥說,就抄襲你了,是不是啊? 就是做人不要這樣,即是等於我,我現在告訴你 有時大家見我們青根無言,我抄襲你了,我們是講那件事的, 我永遠不會去悶黑你,或者講你私事,我從來都不在講 是有些人這麼賤格,找我家人來講,那樣都不理他了, 見到沒有就打死他了,有什麼辦法去解決,是不是啊? 你這條戲不出來就見到我打死他了,找多東西而已嘛,是不是啊? 尿你了,真的,是不是啊? 喂,現在大家都這麼辛苦,無論你在海外,在香港,是不是啊? 就是,譬如民善派,他有議席的時候,我就罵他, 現在他沒有議席的時候,我真的不會罵他了, 就算我批評他們一些言論也好,我不會說好像以前那樣的, 你有沒有留意到那些人,是不是啊? 因為他沒有權嘛,是不是啊?他沒有影響力,是不是啊? 你還要踩多腳來托,就是來托呢,是不是啊? 我意思就是,無論你很簡單,有個去台灣叫桑普, 做了很多事情,我都覺得很反感的,但是我都不會說他了,是不是啊? 他在這裡見過什麼的人,我都很清楚,告訴你,我都不會說,是不是啊? 就是做人就是這樣的,是不是啊? 這個是我一向做人的原則,就是我吊還吊,我吊你了,我就算了,是不是啊? 我如果真正會追究你那些傻子,我說給你聽,你陶軍行也好,馬草黎也好, 這些人都一定有報應的,是不是啊? 如果你是什麼黃楊達,鄭松泰這些,不是因為你反我骨,不是這個問題, 現在是人格卑下,現在是壞事做得太多,是不是啊? 那你不用管他,他一定會自滅的,這些人,是不是啊? 但是,大家都叫做,喂,都是被共產黨壓迫的人,是不是啊? 那你不合聽就不用聽咯,不合看那些文字就不要看咯,是不是啊? 你叫仔都寫得咯,是不是啊?你就寫東西咯,是不是啊? 哇,簡直是人身攻擊到極點,不冷之所謂,是不是啊? 你找什麼來跟他比啊,說說說,真是,是不是啊? 等以下之那些陳偉業更加不用說的, 嘗你啦,寫那些文都狗鼻不通, 好句話,最搞的就是聲勢力揭,嘗你啦,是不是啊? 他最本來的,不用本來的, 嘗你啦,你說最反骨, 沒有人反骨到陳偉業,我告訴你,現在要吊夠老笑,是不是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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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不是很好笑呢?沒有人會理會他們,但我見到他們,我都沒所謂,大家都叫做一場同事 但有時候做人,有沒有必要呢? 你想想Facebook打飛機有什麼好處呢? 你對那大局也不會有影響,只會增加別人對你做壞事的記憶 也不免得說骨灰陰那些,我們不在說這些,我們不做這些 你私人的事,你又不是做議員,又不是公職人員的話 你做那種醜事都好,我們都不會,現在這些都算是公眾空間 因為有很多人看的時候,我們都不會這樣 我們現在集中火力就是,你想想要吊齊你這個政府和共產黨 不是簡單的嘛,你傷害到香港的東西,我們又要講 你教育局,現在好了,除了2號說要改通識科的新聞之外 跟著今天就發一個通告,就因應這個香港國安法的實施 向學校提供一些行政和教育指引 這行政和教育指引可能是由中聯辦給的也不一定,是嗎 中聯辦給,為何要給有個國安法,為何要給行政和教育指引 你說給我聽,法律就擺在那裡,為何學校要有個指引呢 就怕你不懂得做,指引是什麼,留意學生有沒有反動言論 教育指引是要訂一些課程,更新課程指引和教學資源 初中級別15個小時憲法與基本法獨立單元再加3個小時,國家安全 那然後呢,那個指引就說呢,中小學階段幫助學校推動國安教育 教育局原容推行這個憲法和基本法教育模式呢 就是新增這個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關卡 展述現存於中小學課程有關國家安全課題,教學進點學習元素 聽到這些你已經腳軟了,跟著那個發言人說什麼教育局 我跟那個發言人,學校需要遵從指引要求,按校本需要適當增潤 建議措施或採取其他合適策略,製造平和有序的校園環境和氣氛 什麼叫平和有序,校園環境,學生不可以在學校放天高地校地厚天高 不可以在那裡吵你唱歌手 願榮光歸香港 就是這樣,那你就會平和有序,現在連HKU都這樣 就因為這個校長叫張祥,這一部電影公開播放過很久了 在學校也放過很多次了,為什麼現在不能播放?因為有國安法 根本跟國安法不可以拉扯你那部電影,林子榮這部電影 有什麼拉扯你請問,吵你了,你真是,吃了屎了這個校長 現在全部就是這樣,社會有多空險,我們就有責任去踢爆 不要大家在那裡睡覺,鬥不鬥得過他們另外一回事 現在還可以在那裡屌察他的時候就要指出,吵你了他的不堪 不是可以做什麼,你告訴我 什麼叫做平和有序的校園,環環環氣氛 就是以前不平和有序的 你學校經常連租租的,有人開大會的 人人在那裡打架,是不是這樣 不是,所以你現在說這個平和有序的就是 這個校園氣氛,就是你能不能一念歌頌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中國 和香港,就是這樣 今天還要說什麼呢,其實今天漏了發這段稿而已 你明白嗎,現在我們講講不一樣吧 這個所謂國家安全教育,這個是國民教育的部分 兩者不可分割,你現在有國民教育怎麼屌你 你現在不失 國家安全教育是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民族感情,國民身份認同 喂,一個學生那個所謂國家觀念民族感情,國民身份認同 不是用一個法律來去培養 不是用國安,國家安全教育去培養你的國家觀念民族感情,國民身份認同 這些國家觀念民族感情,國民身份認同 是用歷史和文化 你有中史讀的嘛,現在 你有中史讀的嘛,現在 不過不是必修科而已嘛,你有中文讀的嘛 你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民族情感 和國民身份認同 是要用歷史的國家安全法 就是你恐嚇他而已嘛 你歷史不可以說你自己不是中國人 這個是國民身份認同 你說自己不是中國人呢 你就觸發國家安全法 所以這些大家要留意的 我告訴你真的不是開玩笑 很離譜,休息一下